迎着朝阳,官兵们再一次乘船出发,在海浪颠簸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 这次的测量任务已经持续了40多天,按照1比2000的比例测量,这一片十多平方公里的测区,官兵们要搭乘小艇来回奔波上千公里。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水深测量任务,获取海底地貌、地质、航行战略物等资料,为编绘航海图提供数据,以保障舰艇航行安全。 为了完成海图上陆海结合部的完美拼接,官兵们经常深入到小艇不能达到的岸线滩图进行测量,摊崖、灯礁、涉水早就习以为常。 执行任务中,被石头划伤、被海粒子遮伤是常有的事。 有着十多年测量工作经历的库中队长燕新村,谈到上一次的海上历险,至今记忆犹新。 当时天色越来越暗,海上风浪也越来越大,我们的补给品也基本上快消化完了,加上那个岛交上非常的方凉,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心里还是感到非常害怕的。 测量任务单调,环境艰苦,同时测量的数据也容不得半点马虎。 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精准,官兵们会反复核对每一个数据。 如果这些看似细备的误差不能够及时检查、研究、分析、处理,这样的数据成果也会对后续舰艇兵力行动安全造成重大影响。 对作战训练任务当中指挥员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。 夜幕降临,官兵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,他们还要在海岸边埋下水耻搭设艳潮站, 全天后记录潮汐的变化情况,为测量作业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。 这跟我来到部队之前想象的不一样,我以为的海军是驾驶舰艇,是省大洋。 但是我想到我测量的这些数据对舰艇航行安全有所帮助,我感觉我这些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。 从早到晚,披星待月,官兵们用青春和汗水勾勒着祖国的海洋国土, 在他们的任务中,少了头枕波涛的浪漫, 更多的是对任务的默默付出和忠诚坚守。 对于我们海测官兵来说,测区就是我们的战场。 我们只有全力以赴,聚焦任务,提升能力,才能更好地为备战党上贡献我们的力量。